大家好,欢迎来到Apache亚洲大会的中间键峰会场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线上和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 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Apache夏丁斯菲尔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生态下的数据库治理 那么在开始之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孟浩然,曾经就职于京东科技,负责数据库产品相关的研发 同时我也是Apache夏丁斯菲尔社区的Committer 我热爱开源,关注数据库生态 目前就职于Sphere EX专注于Apache夏丁斯菲尔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的研发 那么刚才我分享的主题里面 其实我提到了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生态 了解Apache夏丁斯菲尔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夏丁斯菲尔从开源到现在发展特别快 而且逐渐成为了备受国内外开发者喜爱的开源项目 同时在2020年的4月份的时候 夏丁斯菲尔顺利毕业成为Apache的顶级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 夏丁斯菲尔除了在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领域一直在生根 其实也在朝着打造分布式数据库生态在做着努力 那么接下来我将从下面两个方面进行我的分享 首先是为什么夏丁斯菲尔是分布式数据库生态 或者说夏丁斯菲尔是如何构建分布式数据库中间建生态的 然后我们再去聊一下夏丁斯菲尔的数据库治理都做了哪些 先简单介绍一下夏丁斯菲尔 夏丁斯菲尔其实是由三款产品组成的 分别是夏丁斯菲尔GTBC 夏丁斯菲尔Proxy 以及夏丁斯菲尔Sedcar 夏丁斯菲尔Sedcar现在还在规划中 目前已经有专门的团队在跟进了 这三款产品相对独立 但是它们都能够提供标准化的数据分片 分布式事务以及数据库治理的功能 同时这三款产品既能够独立部署 也支持混合部署模式 夏丁斯菲尔GTBC定位为轻量级的加握框架 它其实是在GTBC层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简单理解成一个增强的GTBC驱动 所以说它适用于任何基于GTBC的ORM框架 夏丁斯菲尔的另外一个产品 就是夏丁斯菲尔Proxy Proxy定位透明化数据库代理端 那么它其实就是实现了数据库二进制协议的一个服务端 同时支持各种异构语言 由于Proxy是数据库二进制协议的代理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当作数据库去使用 比如说如果底层是MySQL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用MySQL的Client去连 如果底层是PostgreSQL 我们一样可以使用PostgreSQL的客户端去使用 夏丁斯菲尔Satcar Satcar是夏丁斯菲尔面向云原生的产品 定位是Cubernetes云原生数据库代理 以Satcar的形式代理对所有数据库的访问 Satcar目前还在规划中 但是已经有专门的团队在左手做了 也是夏丁斯菲尔后续重点研发的产品 对于同一套数据库 夏丁斯菲尔支持不同的接入端 同时使用 这就是夏丁斯菲尔的混合架构 从这个图可以看出来 Run Time层 也就是夏丁斯菲尔的GDPC层 采用无中心化的架构 所以对于Java开发的应用程序来说 它可以在运行时直连数据库 性能更好 适用于OLTP应用 这也是我们推荐的使用方式 而Admin层 也就是夏丁斯菲尔Proxy层 提供易购语言的支持 能够在数据库集群上层提供管理和查询功能 适用于OLAP应用 同时配合同一套注册中心的使用 可以实现配置的统一管理 从夏丁斯菲尔整体的产品架构来看 夏丁斯菲尔不仅提供了面向开发者的夏丁斯菲尔GDPC 同时提供了面向运维和DBA的夏丁斯菲尔Proxy 再加上面向云原生的夏丁斯菲尔CETCA 那么夏丁斯菲尔其实在分布式数据库生态的每一层 都提供了解决方案 而除了面向生态的这种产品架构 夏丁斯菲尔同样需要去 需要有适应分布式数据库生态的内核架构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可插拔内核 夏丁斯菲尔采用的是微内核架构 从图中黄色部分可以看出来 夏丁斯菲尔内核的功能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到底什么是可插拔内核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内核之上 我们的接入端 它可以是GDPC也可以是Proxy 接入端读取到用户的配置之后 那么对于内核来说 它是不用理解用户到底配置了哪些功能的 这些功能都是通过SPA的方式加载 并按一定的顺序进行叠加 对于用户来说 夏丁斯菲尔的可插拔内核更像是一个架子 用户可以把自己需要的功能 像搭积木一样的方式加入到夏丁斯菲尔中 那么这些功能可以是夏丁斯菲尔社区本身提供的 比如说数据分片读写分离等功能 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功能 通过夏丁斯菲尔的可插拔内核 用户可以很方便的构建 更贴合自身业务的分布式数据库服务 而构建夏丁斯菲尔的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生态 除了这种面向生态的架构体系 以及可插拔的内核架构 其实还需要更强大的一些功能特性的支持 这里我就简单介绍一下夏丁斯菲尔的核心功能 首先是分库分表 分库分表是夏丁斯菲尔最基础 也是最核心的功能之一 相比其他的分库分表产品 夏丁斯菲尔提供了更强大的定制化分片策略 那么对于夏丁斯菲尔的开发者来说 就不需要局限于系统内部提供的一些 类似的分片算法 完全可以实现自己需要的分片功能 夏丁斯菲尔可定制化的分片策略 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对于Java开发者来说 可以直接编写一个Java class 来实现自己的分片算法 而对于不是那么复杂的分片算法来说 也可以直接选择我们的行表达式 而且行表达式也是可以支持编程的 第三种就是自动分片算法 自动分片算法是5.0Beta版新增的特性之一 对于DBA或者运维来说 不需要编程 也可以使用内置的自动分片算法快速搭建 分库分表服务 夏丁斯菲尔另外一个核心的功能 就是读写分离 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中 我们经常把数据库拆分为主库和从库 主库负责处理事物性的增山改 从库负责处理查询操作 以此来提高整个系统的查询性能 通常的架构有一组多重 或者多组多重 通过夏丁斯菲尔对主库数据库进行管理 可以让使用方像使用一个数据库一样 使用主库数据库集群 而且对于分库分表和读写分离一起使用的场景 夏丁斯菲尔也可以通过同时配置分片规则 和读写分离规则来轻松实现 夏丁斯菲尔作为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 对分布式事物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夏丁斯菲尔本身并不提供分布式事物 而是采用集成的方式 夏丁斯菲尔会提供一个事物管理器 在管理器下边又会分成两阶段的 XA事物管理器和我们的柔性事物管理器 XA事物管理器下边又定义了一层SPI 通过这一层SPI 我们可以对接各种第三方的分布式事物产品 比如我们可以使用Atomics或者Narayana 来做我们的分布式事物 而对于柔性事物也是同样的 我们可以使用Syscom的Saga的方式 也可以使用Theta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柔性事物 在使用上夏丁斯菲尔会在DataSource层提供本地事物的API 让用户像使用本地事物一样管理分布式事物 无论底层集成的是哪一种分布式事物产品 对用户来说是无感知的 以上就是对夏丁斯菲尔现存的一些核心的功能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当然夏丁斯菲尔还有很多强大的特性 在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通过上面的介绍 相信大家都已经了解了 夏丁斯菲尔是如何通过这种面向生态的产品架构 再加上可插拔内核以及强大的功能特性 去构建自己的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生态的 那么作为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 那么数据治理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将从服务治理 数据治理和可观察性三方面来详细介绍 夏丁斯菲尔的数据库治理功能 夏丁斯菲尔通过注册中心来实现 整个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的服务治理 但是夏丁斯菲尔并没有自己去实现一个注册中心 而是集成了ZooKeeper和ETCD 借助于ZooKeeper和ETCD的强大的分布式治理和配置管理功能 实现了夏丁斯菲尔对数据库服务的治理功能 对于同一个集群内的夏丁斯菲尔的应用来说 它们都会在注册中心的命名空间下 存储自己的配置 这些配置包括规则数据源 以及原数据信息 同时对这些节点进行监听 注册中心会将这些配置的变更 分发到每一个夏丁斯菲尔的应用中去 注册中心实现了夏丁斯菲尔配置的统一管理和动态变更 这是夏丁斯菲尔注册中心的数据结构 主要包含夏丁斯菲尔本身的一些配置 以及规则数据源和原数据 通过修改这些节点实现配置 在线变更 统一分发 另外一个节点是State节点 这里记录了夏丁斯菲尔的运行状态 每一个夏丁斯菲尔的应用在启动的时候都会在这个节点下注册为零食节点 以此来监控夏丁斯菲尔服务的上下线状态 夏丁斯菲尔的熔断 夏丁斯菲尔的熔断也是服务之理的一部分 也是过载保护的一种方式 相比普通的服务熔断 夏丁斯菲尔的熔断力度更细 它只是熔断了当前实力对数据库的访问 服务系统中的其他应用都不会受到影响 同时也不会影响到同一集群中其他应用对数据库的访问 和熔断的功能类似 夏丁斯菲尔也支持禁用某一个读库 而同时不影响集群对数据的访问 数据加密是夏丁斯菲尔数据处理中重要的功能之一 针对某些对数据安全比较敏感的业务 比如说数据库 在数据落库的时候需要进行加密 而查询展示的时候又需要明文显示 那么对于夏丁斯菲尔来说 用户不用管 SQL只需要通过配置规则 然后配置好加密的字段和算法 就可以轻松实现插入数据时对数据进行加密 而查询数据时对数据进行解密 数据迁移也是数据治理的一部分 数据迁移在夏丁斯菲尔里面我们叫弹性迁移 当用户的分片配置发生变化时 这个时候就需要进行动态的扩容或者缩容 弹性迁移在夏丁斯菲尔的内部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分别是准备、存量迁移阶段、增量同步阶段和配置切换阶段 在准备阶段主要是对数据员进行验证 然后根据数据量还有用户设置的并行度 对任务进行分片 在第二阶段中将对存量数据进行迁移 在实际的操作中 存量数据有可能会非常大 那么存量的迁移任务有可能持续的时间会非常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旧的库是可以继续提供服务的 同时在存量迁移的过程中 也会有新的数据产生 此时就需要对这段业务类新增的数据进行同步 增量数据同步的方式 是通过订阅并解析BNOG的方式进行处理 新产生的数据根据新的分片规则 写入到新的数据节点当中 而只有当增量的数据基本同步完成时 才会进入到我们最后的切换阶段 那么总的来说 弹性迁移能够实现在数据迁移过程中 不中断服务 不中止服务 这是Sphere弹性迁移的能力 同时在弹性迁移中 使用了Sphere的指向母 Unastic Job 作为迁移作业的调度 进一步提升了弹性迁移的能力 数据治理最后一个想和大家介绍的功能就是引子库 通常业务系统在选择全电路压缩的时候 为了保证生产数据的可靠性和完整性 需要将压测的数据请求打入到引子库 以防止压测数据写入生产数据库 而对真实的数据造成污染 夏令Sphere可以实现压测数据与生产数据的隔离 并且帮助应用自动路由 可以很好的配合全电路压测的使用 那么数据库治理最后的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可观察性 目前夏令Sphere实现的可观察性 主要包括分布式服务的APM 以及应用程序拓扑 其实对于夏令Sphere本身来说 是不做可观察性的 它只是负责将相关的数据 通过OpenTracy的协议 下发给所有基于OpenTracy协议的APM产品 比如说Skywalking 比如说Zipkin 而夏令Sphere在内部实现的第二种方式 其实是使用了Skywalking的探针 夏令Sphere社区和Skywalking社区 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在Skywalking中实现了 APACHE夏令Sphere的自动探针 可以将相关的应用性能数据 自动发送到Skywalking中 除了上面介绍的一些功能之外 夏令Sphere在数据库治理方面 目前还有一些正在做 以及正在计划中的功能 在这里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首先是高可用 高可用是服务之旅的一部分 在读写分离的场景下 如果主库挂了或者从库挂了 那么数据库集群需要重新设置组同关系 夏令Sphere的高可用 可以做到用户只需要配置好组同数据库 夏令Sphere就可以自动设置组同 管理数据库的高可用 还有一个是分布式锁 夏令Sphere作为分布式数据库中间键 需要在数据库上层保证数据的强一致性 所以在并发场景下 需要根据不同的力度 对库或者表 甚至是对列进行枷锁操作 那么这里就需要用分布式锁来处理 分布式锁现在还在开发中 另外还有SQL审计 SQL防火墙等 也是作为数据治理的一部分 正在规划 基于夏令Sphere的数据库治理功能 夏令Sphere提供了一套简单的管控页面 就是夏令Sphere UI 夏令Sphere UI目前是一个独立的项目 通过夏令Sphere UI可以管理注册中心 可以对配置进行动态更新 以及进行服务的熔断 和同库的禁用等操作 而除了通过夏令Sphere UI来进行规则和配置的管理之外 我们在刚刚发布的夏令Sphere 5.0.0 Beta版本中 也提供了另外一种数据库的管理工具 DIST SQL 也就是分布式SQL DIST SQL定义了三种语法 分别是RDL、RQL和RAL 分别用于对资源和规则的定义、查询和管理 同时DIST SQL可以结合夏令Sphere的自动分片策略 能够实现快速的搭建分库分表、读写分离等 分布式数据库服务 DIST SQL用于搭配整个夏令Sphere的分布式数据库生态 它提供了标准化的管理方式 真正实现的让用户像使用数据库一样使用夏令Sphere 到这里我本次的分享就结束了 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主要从夏令Sphere的产品架构 以及可插拔内核、核心功能 这三个方面向大家介绍了夏令Sphere 是如何构建分布式数据库中间建生态的 然后又和大家介绍了夏令Sphere的数据库治理的核心功能 今天介绍的功能只是夏令Sphere庞大生态里的冰山一角 同时随着夏令Sphere对数据库管控的规划 夏令Sphere在数据库治理方面也会有更多的输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Apache夏令Sphere 同时也请大家继续关注Apache抗亚洲大会的其他技术分享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